我的母亲是昼夜祷告 以圣洁的生活侍奉主 我的母亲的榜样非常感动我们 她每一个礼拜五一定 下午两点穿着白衣 离开家到外面去 我说妈妈 为什么每个礼拜五你出门呢 妈妈说 我已经在上帝面前离职 礼拜一到礼拜四 我自己做基督徒 礼拜五 我去传福音 劝别人做基督徒 礼拜六 我好好祷告 禁食预备礼拜天 礼拜天两天 我早上就没有吃饭 禁食祷告 为上帝的仆人们 为他们代求 求上帝使用他们 这些话都进到我耳中了 后来大概几个月以后 我发现我的母亲 每一个礼拜五出门的时候 已经带着几瓶东西 有时带着几包的东西 我说妈妈 你礼拜五出门 为什么要带东西呢 她说我要带一些米 一些糖 还有一些油 去帮助最穷的人 我的母亲原来是常常周际穷人 虽然自己生活非常苦 而且常常过很长的时间 做工到晚上 但没有睡觉以前 他一定把我的兄弟 全部叫在他的身边 我们跪下来祷告 从哥哥 弟弟 一个一个祷告 然后他做结束的祷告 每一个人仰望上帝 依靠上帝 那有时候如果太累了 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会打瞌睡 然后我哥哥就把我叫醒 我们一同祷告 唱完了以后 祷告完了 我母亲常唱一首歌 为主在座一天功 为主在座一天功 生前就少一功 为主在座一日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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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前就少一功 生前就少一功